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会像其他的烈酒一样慢慢的成为潮流中的一部分 将成为前浪被后浪掩盖掉 所以这就是威士忌并没有做更进文化 我相信这本书我的新书最主要目的 就是从文化甚至哲学的观点来跟大家谈 有关于威士忌的评影 而且只有进入餐跟酒搭配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进入了威士忌最真诚的文化 我们这次在餐搭的过程当中 我特别都找了一些我平常喜欢的好餐厅 这些餐厅有些得过了米其林 有些是知名的小店 有分成大餐厅也有路边看小吃 我们一一去搜寻 特别在台湾这块环境 食物非常丰富跟多元 我们可以找到的来搭配威士忌的食物 实在是多不生美举 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你搜寻美食跟美酒搭配的时候 能够派上用场 我先举一几个例子 我这次特别访问了一家做川味麻辣锅的 大家知道麻辣这件事情在西方的世界 其实并不太能够接受 我自己跑遍全世界各个国家 发现欧洲人对于辣味 其实能够接受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常常胡桃酒文化 其实并不擅长跟麻或辣来进行搭配 而威士忌不一样 我在做这个麻辣的搭配的过程当中 威士忌真是拍案叫绝啊 所以大家有空一定要试试 在台湾非常流行的各式的麻辣锅 以及川菜馆子 非常适合来搭配威士忌 还有呢 台湾路边摊小吃 我们知道卤肉饭啦 烘肉饭啦 像这样油脂特别丰厚的食物啊 有时候再搭配一些酒类的时候 总是厚重的油脂 会把一些葡萄酒啊 或者白酒这样类型的压掉 而威士忌刚好消油解腻啊 所以我自己再搭配 甚至平常自己在中午或晚餐 吃的控肉饭或乳肉饭 拿来搭配威士忌 也是相得益彰 这次的威士忌餐搭 我们并没有局限在一个 要非常高档的餐厅 我们希望它是一种生活化的 我可能几个月上一次馆子 但更多的时间 我是可能跟UberEat做好朋友 或者跟街边的小店做好朋友 切几个黑白切啦 来个滷味啦 或者叫个严肃鸡啦 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别忘了严肃鸡配威士忌 也是超级棒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 威士忌跟生活结合为一 我希望在若干年后 由于这本书的推广 朋友不会再问我 威士忌什么时候会退流行 而是威士忌已经进入 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跟我们息息相关 威士忌是一种生活的美学 希望这本书对大家来说 是有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